到现在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依然能看到有国民党的支持者 给我留言说我凭什么 说国民党和民众党亲共 亲中最近的一个案例 就是中国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也就是国会议员 呼吁用血脉相连打动习近平 谈与中国的和平协议 那这一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叫做罗明才 首先不要跟共产党人谈血脉相连 好吗 血脉相连这四个字 在共产党人面前就是个笑话 你譬如说共产党人金三胖 朝鲜的金三胖 他呢把他自己的估障给犬决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犬决的 可以谷歌自行搜索 好吧 就是共产党人是六亲不认的 而且共产党人很骄傲于自己六亲不认 问一个共产党员说 请问你对于习近平的忠诚更高 对于共产党的忠诚更高 还是对你爹妈的感情啊 家人之间的这个纽带吧 这个血脉相连嘛 就是什么更高 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会告诉你说 当然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习近平的只是高于一切 你们不要觉得我是在说笑话呀 我们从小就是被这么教育的 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高于爹妈 高于孩子 高于老公 高于老婆 高于一切 听明白了吗 高于一切 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当然这个说 到底党和国家的利益由谁来决定 当然是由习近平决定 习近平说党的利益是什么 党的利益就是什么 习近平说国家的利益是什么 国家的利益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从小时候的教育啊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民 没有人在掩盖这个事情 你去问一个中国老百姓 随便你抓一个中国老百姓来问 说那请问 如果你发现你的老公 你的老婆 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是这个间谍 是美国间谍 CIA间谍 那请问你会怎么办 他一定跟你讲我大意灭亲 我马上给他举报了 是不是真那么做 那说句实在话 咱也不知道 就是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就是有没有人内心良心尚存 偷着摸了就就就过去了 那这个可能是有的 那毕竟中国人民 生下来他还是个人 虽然被共产党教育成 集气了 教育成矿了 教育成党的奴才了 但是有的人 人心尚存 对吧 人心尚存 这个有的人真的是人心尚存的 不能说中国老百姓都没 人心都没了 不能这么讲 但他嘴上一定这么讲 懂我意思吧 这政治正确 明白吧 政治正确 一定是说我划清界限 就是不论是谁 只要与中国共产党作对 都是我们的敌人 嘴巴上最最起码 这得政治正确 知道吧 说有没有人说背后说 说 嗯 就是咱就那么说说 哈 那老婆还是自己家的老婆 啊 爹妈还是自己家爹妈 孩子还是自己家孩子 啊 这个这个还是不能 不能给举报出去的 啊 有没有人心里这么想 啊 这是有的 这个是有的 啊 中国人有的人良心尚存 但是嘴巴上一定是这么讲的 说我们划清界限 举报 啊 绝不容许间谍 嗯 是这个 哪怕是我们的亲人 也含血含泪都要举报了 嗯 嘴巴上一定是这么说的 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正确 这就是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政治正确 懂吧 嗯 所以血脉相连 血脉相连这四个字 在共产党人的字典中是不存在的 没有这回事 共产党只是用血脉相连来骗你们台湾人罢了 拿血脉相连这四个字去跟中国人讲 中国人哈哈哈哈就笑起来了 搞笑 中国人什么时候在乎过血脉相连呢 永远都是对党的忠诚高于一切 共产党人跟你讲血脉相连是来骗你的 啊 他们自己从来不讲这个 他也不跟中国老百姓讲这个 因为你 你大家自己想一想 如果中国共产党跟中国老百姓讲血脉相连 那你不反党了吗 因为你看中国共产党说 你这个器官好 拿来给我高官使 那你要保护你的孩子 你血脉相连吗 你保护你的孩子 你不反党了吗 对吧 中国那些爹妈 对吧 孩子被 喂了毒奶粉的 打了毒疫苗的 对吧 打中国产的劣质的武汉肺炎疫苗 打出毛病的 去上访的 跟中国政府死磕的 不反党了吗 对吧 爱自己的爹妈 对吧 爹妈 这个房子被强拆了 爹妈去上访被打死了的 那孩子不干了 说我跟我爹妈血脉相连 你党 你党算什么东西 我爹妈跟我血脉相连 反党了吗 反党了吗 自己的老婆 对吧 脱去医院 结扎去了 然后就是 这个激化生育那时候 对吧 大着肚子 这个弄个不好 母子全亡了 全没了 那老公直接 拿起刀说 说你共产党 对吧 你害了我老婆 这血脉相连吗 血脉相连吗 你不反党了吗 明白吧 所以共产党永远不会跟 中国人民 讲血脉相连 因为中国人民一旦真的在乎血脉相连这四个字 那就是共产党的死路了 那就是共产党的死路了 就但凡中国人 珍惜 珍视自己身边人的生命 珍惜珍视自己身边人的权利 生命 这些东西 尊严 那就是共产党的死路 所以共产党永远跟中国老百姓讲的是党高于一切 他不能讲血脉相连呀 他讲了血脉相连 那中国人就反共了 是吧 所以说中国人是从来没听过血脉相连这个概念的 没听过 这东西呢 是拿来骗台湾老百姓的 所以台湾人千万不要上当 那然后和平协议那就更搞笑了 签了和平协议的图博 现在连三五岁的小朋友都要被迫离家去寄宿学校了 接受洗脑教育 洗去母语文化 三五岁的小朋友被弄到寄宿学校接受洗脑教育 他不是很简单的说他只是被全套的汉语文化洗脑 被中国共产党党文化洗脑 他也剥夺了亲情了 明白吗 就是小朋友三五岁的时候 就被强制性的从家人身边给夺走 就是他跟他父母的情感就没有了 就断掉了 就是说能够在成年之后身心健康的这种孩子非常少 父母和孩子的这个感情的纽带 那是人世间最紧固的一种纽带之一 最紧固的一种纽带之一 而是他是为这个孩子的一生提供爱 情感营养的养料的这个纽带 然后你在三五岁的时候 你就让这个孩子完全脱离 就是父母亲人的这个情感 加拿大有这个经验吗 加拿大在就是一八几几年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就是文明程度还是不够吗 那个时候就认为说 这个英语的这些就是西方的文化 就是必须完完全全的 灌给这些原住民的小孩嘛 然后结果造成的后果就非常可怕 就是这个小孩吧 他就是他既 他其实既没有完全接纳西方的文化 他也完全失掉了原来的母语的文化 最可怕的是就是当你把小朋友三五岁的时候 让他离开他的家庭 他的情感是个就像是个黑洞一样 就像个空洞一样 他的情感是空洞的是缺失的 因为他被剥夺了跟他父母亲人的这个 就是人类最最重要的情感纽带 他到十几岁的时候 到二十几岁的时候 尤其从十几岁开始 他就会陷入 就是一个人你要是没有情感纽带 没有爱的这个纽带 没有这个爱的这个支撑 就是他他很容易他就走上 各种各样可怕的这种道路 就是他们自杀率会非常高 犯罪率会非常高明白吗 就是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就是把一个小孩子从家庭中剥夺走 这是最大的犯罪之一 这个不比杀人好多少 就是真的他不比杀人好多少 因为你相当于剥夺了这个小孩子 被他父母爱的这个权利 而被父母所爱 这是一个人能够一生中能得到最真诚 最纯洁的爱之一 我是说绝亚多数父母 绝亚多数父母 就不是人的父母 这个那就没办法 但是绝亚多数父母和孩子的情感 这是人世间最真诚 然后最不求回报的爱之一 你把这个东西 而且从他童年就剥夺走 非常可怕 这个就是共产党对图伯人做的事情 就现在就正在做这个事情 那所以呢 就是像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罗明才 你想当中国人 这么爱当中国人 就自己滚去中国好吧 现在他想欺骗台湾人 想卖台湾人 卖台湾换钱 我觉得也要看台湾人 有没有那么好骗好吧 那希望台湾人不要上当好吧 这里都是骗你们的 刚才我跟大家讲 金三胖把自己孤障 劝决的事情 你看就是中国有一个红二代 任志强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他是一个异议人士 其实就是他对习近平 有很多批评 但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红二代 知道吧 结果呢 他因为批评习近平 就被关牢里了嘛 那众叛了很多年 就是基本上意思就是说 要把任志强弄死在监狱里的意思 那然后他的女儿叫任心意 他给习近平写了一个公开信 意思就是说 他父亲任志强 他入狱前就已经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 急需手术治疗 但是入狱之后 一直不能得到手术和有效的治疗 病情不断恶化 他每天夜里需要去十几次洗手间 饱受病痛折磨 无法正常休息 最近几个月又被诊断出哮喘 那就是说 尽管这个任志强的孩子们多次恳求 任志强依然不被允许手术治疗 那意思就是要 必须要让任志强死在监狱里 是他是说了一些对习近平不尊敬的话 但是红二代 就是你 你习近平要整你 他就是连治疗都不给你 他就要 他就是要确保任志强 在病痛折磨中 尽快的死去 就是这样 那就像他当时对刘晓波也是这样 刘晓波他也是得了癌症之后 在监狱里面得不到有效治疗 然后就 他就是谋杀 这就是谋杀对吧 一个人他得了重病 然后你故意的不让他去接受治疗 这就是谋杀 你红二代就是这 也是这个待遇啊 所以说国民党不要以为自己投共能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 你卖了台湾人 你以为换来的是荣华富贵吗 没那好事 都尽用荣华富贵